第一章 凶手明代 燕京冬夜 寒风如刀 明代坐进出租车报出宴会所在山庄地址时 司机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他两眼 好在明代早有准备 在里裙外裹了件黑色长款羽绒服 从头到脚包裹的岩石 无奈司机迎来送往 眼睛实在是尖 你是不是那个女明星 叫 明代 明代想也不想 压低声音 否认 我不是 你明明就是吗 你去的那个山庄 今晚不是在举办慈善宴会吗 好多名人明星 不过像你这样坐出租车去的 应该是第一个 唉 听说你因为那件事破产了 明代偏开脸 神情冷伴 你说你们这些小姑娘 就是不知道西服 好好的演员不当 非要祸害人 嘿 你给叔说说 人到底是不是你推的 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明代静默无声 如果不是因为血液太难打车 他一定会立刻叫停 远离这个过躁的司机 可谁让他不会开车 以前随叫随到的司机 前些天已经离职了呢 耳边司机仍在八卦不停 明代挪开视线 不久前的记忆浮现眼前 明代是个女明星 虽说没演技 又一声黑料 依然凭借着天毒后的脸爆红 半月前 一个小男孩 从楼梯滚落 重伤住进ICU 在场的明代 被警方传唤调查 这个正常程序 被有心人抹黑成 明代推小男孩下楼 遭警方怀疑 在网上传得 沸沸扬扬 哪怕明代 却任无嫌疑 大众依然怀疑不减 明代的广告 片约无不受到影响 让他不得不选择 召开记者会来 澄清真相 结果记者会当天 刚出ICU的小男孩 被父母用轮椅推到现场 居然亲口指认明代 就是推他的凶手 现场一片哗然 明代也梦了 记者招待会 在混乱里不了了之 而小男孩回到医院后不久 因伤势恶化去世 这下舆论彻底爆炸 明代成了大众认定的 杀人凶手 铺天盖地的愤怒和痛骂 席卷了明代的事件 合作方纷纷解约 父母打电话来痛骂 朋友与他划清界限 粉丝脱粉回彩 一息之间 他几乎失去所有 可明代没有放弃 他从离职的前助理口中得知 事发当天 有人曾找过他 如果明代想找目击者 那这人是唯一可能 今天他来这宴会 就是为了找这个人 出租车缓缓停住 明代隔窗望线灯火璀璨的山庄 豪车云集的山庄门口 唯一一辆出租车 是如此显眼 明代付完钱 刚要下车 身后隐约飘来一声低骂 撒谎的女婊子 明代恍惚回头 却见出租车司机 一脸与我无关的表情 望着前方 明代扶在车门上的手用力收紧 捏得掌心微红 出租车司 讥笑嘻嘻回头 明小姐 麻烦关下门 后面车都堵上了 那笑容下 是带着浓浓恶意的肆无忌惮 显然是赌信明代 不会荡着周围人的面 跟他大吵大闹 明代的却不会 只深深看了他一眼 关门离开 今夜慈善宴会的红毯环节 刚刚开始 很多名流大咖 都还没有出场 记者们有些无聊 懒散拍着红毯上不知名的嘉宾 世界好像忽然就安静下来 有人转头 看向红毯入口 越来越多的人侧目 那瞬间 他们不由自主地平住呼吸 正正地看着款款不来的人 无需聚光灯 因为光已经主动奔赴向他 风吹过几云露出银盘般的圆月 舒洛尔下的月光 刚好落在他身上 像是神女垂落的青纱 轻盈落下 披戴他身 朦胧似远 如梦如幻 月光映照之下 他的皮肤呈现出冷郁的质感 是怎样精心调整 也描摹不出的白 云雾般冒密浓黑的头发下 是一双膝阳落湖般 不光烈焰的琥珀色眼眸 细细看去 似有摇动的灯火 星星点点坠入在他眼底 让那份纯然的天真理 增添些许脆弱感 没有珠宝点缀 无需多余粉袋 仅仅是玫瑰般 风吟饱满的嘴唇红色 以及剪裁极剪的黑色鱼尾长裙 就已经成就了他的风华绝代 连身后世间景象 都随之黯然失色 这份疏色时 再是难以用言辞形容 它的存在 更像是诗里的异想 超越想象的巅峰 如浪漫没有编辑 哪来的仙女 记者们脑子里 奇奇冒出疑问 很快 他们察觉来人轮廓四层相识 有人迟疑喊出 明代 美得不似真人的仙女 朝着那人方向 轻轻汗手 四周顿时一阵喧哗 巨大议论声如水落油锅 轰然炸开 那是明代 明代有这模漂亮吗 对明代颇为熟悉的娱乐记者们 直接带住 印象里 明代总是穿着妖绕的礼服 画着艳俗的妆容 整个人说不出来的廉价 现在的明代呢 她的美已经无法衡量 那是一种独特的 跨事而来的美 记者们兴奋的像是文件血腥味的鲨鱼 一拥而上恨不得将明代拆吃入腹 抛出的提问更是一个比一个尖锐 明代 你能从警局无罪释放 是顾家帮你活动了关系吗 你对受害者有没有过歉意 你去他灵堂看过吗 你坚称自己不是凶手 有证据吗 莫人想到明代没有跑去避风头 竟还大张旗鼓跑来参加宴会 而明代 他挺直几倍 像是寒风凛冽里奥然而立的小翠松 无视那些话 忍着近四十小时没休息的疲倦 来到红毯尽头 递出邀请函 安保人原亲灭扫过他 单手接过 将邀请函调码对住机器随意一扫 抱歉 您的邀请函已经失效了 入口安保处距离记者所在 还有一截距离 这段话并没有落入其他人而立 可是这些记者何等敏锐 当他们看到明代迟迟没有进去 就察觉到有猫腻 他们试图突破重重安保防线 将镜头对准明代 明代如芒在背 扬起精致的下巴 这是我一个月前收到的邀请函 安保人原男眼轻慢 是的女士 但现在这份邀请函 已经被取消资格了 冬日寒风里 明代身影 欲显单薄色 轻盈堪折 那双套在绑带高跟鞋里的纤细赤足 被冻得发红 像是冷狱里 揉进了桃花淡粉 他略感无措 第二章 他的庸俗本质 就在这时 他眼角余光 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想要进入宴会那场的浓烈 迫切占据上风 明代嘴巴比大脑更快地喊出了那声 韵芝 轻逆里 掺杂着淡淡称怪 像是时光流转 回到了两人还在一起的时候 那会儿 他也这样 说抱怨 更像撒娇 周韵芝 则无可奈何看着他 宠逆且包容 男人纹身抬眼 一身挺阔西装 身形挺拔 轻卷舒朗 湛然若神 炎炎如石上松 速速如逐尖风 但此刻他望来的目光 是如此的陌生冷淡 那种疏离 就像一盆 凉水浇在明代身上 激得他浑身站立 明代忍着尴尬 对他强承起明媚笑容 语气熟人 你怎么才来 我的邀请函有问题 看来只能和你一起 进去了 说住 他主动往周韵芝走了两步 雪白手臂 无比自然地 挽上他的臂弯 在安保人员 和一众记者的注视里 莫人知道 明代的心情有多紧张 明代几乎可以想象 要是周韵芝一 把甩开说不认识他 那就等于 把他所剩无几的脸皮 扔在地上撵了又撵 处境绝对比现在难堪百倍 所幸 周韵芝依旧保留着 他名门望族出身的教养 没有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 甩开明代的手 同时 他也没有低头 看过明代一眼 更没有接他的话 静直递出属于 自己的那份邀请函 安保人原本想说点什么 可当他将邀请函 用机器一扫 看见电脑屏幕 跳出金色的 贵宾 二字 态度抖变 周教授 请进 这份热情和对明代时的 简直天差的别 周韵芝目不邪式 卖动西装裤包裹的笔直长腿 差点没反应过来的明代 被他硬邦邦的手臂 带着向前 两人就这样在记者们 遗憾 得目送礼 踏进大气恢弘的山庄正门 踏入室内 空气温暖如春 通向主听的走廊 空无一人 明代紧绷的神情有所缓和 他抬起明澈的眼 正想同周韵芝道谢 周韵芝已经迅速松开他 好像他是什么避之不及的病毒 明代的手将在半空 脸上还没来得及绽放的花 转眼被这股寒意 冻得粘巴巴 对不起 周韵芝无动于衷 对待他的态度与对戴门外那位安保人 原无太多区别 很难想象 三年前 他们还亲密无双 如交四期 周韵芝是明代的前男友 更是燕大最年轻的博导 行业内赫赫有名的科研天才 本该想尽赞誉的他 因为和他交往 遭受住媒体无休止地打扰 两人的感情 不免在这个过程里降温 最后 难以忍受的周韵芝提出分手 明代对他心存愧疚 他成绩差 没读过大学 对周韵芝这样为国贡献的科学家 总存三分敬仰 当周韵芝厌烦的眼神 落在他身上时 明代重负一变 真的对不起 如果知道对不起 就不要做让自己难堪的事 这次周韵芝开口了 什么 你来这场宴会 是为师母 哪怕做错事 也不愿认错 放弃这份光鲜吗 周韵芝没有温度的目光 像是已经穿透他的骨肉 看穿他的庸俗本质 明代条件反射辩解 那件事不是我做的 我 周韵芝不耐挪开视线 这些话不必对我解释 与我无关 明代想起两人交往时 周韵芝看他 永远像在看一个幼稚 笨拙 无知的小孩 他自上而下地包容着他 那份博学而强大 趁得他卑微又渺小 他关心学生的课业 在意实验的进度 担心行业的未来 却懒得听他拍戏时 被人排挤得琐碎小事 他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 以前的明代会委屈 现在他不会了 他对周韵芝诚恳致谢 反正 谢谢你能带我进来 想多了 我没拒绝 只是不想成为娱乐新闻的谈资 周韵芝服了服衣袖 像是拂去上面微秒不起眼的灰尘 明代就是 他身上那颗灰尘 哪怕曾在他辉煌一生里 留下痕迹 也不过转瞬即逝 韵芝 明代几乎瞬间感觉到 周韵芝周身气质的软化 他有些好奇地 看向另一侧 是位女士 和周韵芝年纪相仿 不算漂亮 五官仅是清秀 唯独眼睛轻亮灼人 他皮肤是淡淡小麦色 露出的手臂 覆盖着流畅的薄薄肌肉 一看就是常年健身 散发着浓浓朝气 健康又蓬勃 不过他身上最吸引人的 是那股强烈的自信感 时刻从容 且游刃有余 好像世上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很像周韵芝 明代对来人的身份有所猜测 主动退开半步 对方已经大步走过来 看了明代一眼 并不掩饰经验 但他只是朝着明代微微汗手 又语速很快地对周韵芝说 恭喜你的研究成果登上 Science 这期 Highlight 正好我奶奶来了 他想跟你面对面聊聊这次的论文 周韵芝亚以抬眉 不是说他老人家 今天身体不舒服 来不了 所以不能待太久 再过半小时就要离开 周韵芝立即就要往里赶 还是他先拽住了周韵芝 你朋友还在这儿呢 周韵芝旁扶才想起明代的存在 目光淡淡掠过明代 解释道 不算朋友 只是以前认识的人 邀请函出了问题 让我带他进来 孙教授的是更重要 我们走吧 明代先少看周韵芝对谁这磨脾气好 又耐心地解释 不由地默默往后再退半步 这时 一只手朝他递来 韵芝不会说话 别往心上去 你好 我是赵贤 韵芝的女朋友 明代抬头 就见赵贤大方朝他露齿一笑 哦 哦 明代慢了半拍 赶紧反握住对方的手 你好 我叫明代 周韵芝未数不多的耐心彻底高清 屈指敲了敲表盘 时间紧急 赵贤没理他 依然同名带到晚辩 客气邀请他 下次一起吃饭 他们转身离开时 赵贤习惯性伸手挽住周韵芝手臂 不同于明代挽住时的抵触僵硬 周韵芝自然曲起臂弯 动作里 有股难言的温柔 他们边走边 低声交谈 偶尔飘来的零碎词句 对明代来说 有如天书 和他化开精卫分明的两个世界 望着两人轻易的身影 逐渐远去 明代鼓起 脸颊轻忽 真般配 他想 第三证 和我结婚 你配吗 等他们离开 明代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重新昂首挺胸 穿过长长走廊 走进慈善宴会所在的山庄主厅 自他出现 无数道视线落在他身上 他们先是惊艳 辨认出他的身份后 更多情绪分勇至 击翘 讽刺 鄙夷 好奇 那好像是明代 他还敢来这里 有什么不敢 人家可是故事千金 二十五岁才被找回来的故事千金 呵呵 顾董夫妇也很无奈吧 毕竟底层待太久 人已经定性了 扭不过来 是啊 看看顾灵斯被养得多好 双胞胎姐妹一个天一个地 听说她因为极度想抢姐姐的未婚夫 不要脸 这算什么 都能对无辜小男孩下手 多半是反社会人格 心里扭曲呢 那些细碎切语飘进明代里 让她有瞬间的失神 顾灵斯 明代名义上的双胞胎姐姐 事实两人并无血缘关系 二十八年前 刚在医院出生的明代 和顾灵斯 因为意外被报错 于是 本该是顾家千金的明代 自云端坠入泥泥 在雨水横流的城中村生活 身为底层女孩的顾灵斯 却一跃入豪门 千娇万宠的长大 粗心大意的人是明代的亲妈 顾灵斯的养母 顾家夫人魏英 怪不得别人 两个孩子都是无辜 顾家又舍不得放顾灵斯 回去亲生父母身边 经过商量 全家决定对外宣称 他们是双胞胎 妹妹明代小时候 意外走失 直到二十五岁 才被顾家找回来 而顾灵斯 就是 她今晚要找的人 谁让你来的 一声立刻 拽回她的思绪 紧接着 明代的手腕 被人扣住 巨大力气 将她往屁静出带 跌跌撞撞的明代 勉强辨认出对方身份 不正是传闻中被她 强 乐的姐夫宁书 明代一路被她拽得头晕 好不容易站稳 又被碰得推到墙上 她的后脑勺 结结实实撞上墙壁 撞得她眼冒惊心 双耳甚至出现了 短暂的轰鸣 随后剧痛在脑后蔓延开 加上她身体 长时间没有休息过的疲倦 一股恶心感 从空荡荡的胃里 翻涌而上 明代捂住嘴 小脸刹那苍白 下意识扶住什么东西 来稳住平衡 这一抓 便直接抓住了 面前人的小臂 啪 她的手被人毫不留情地拍开 明代恍恍惚惚抬头 眼角还有因为痛意渗出的 金银泪花 看起来如浇花照水 柔弱又可怜 可惜站在她面前的宁书 毫无怜香西域之心 她甚至冷眼嘲讽明代 还在眼 她语气冷沉 面容也如嗓音那般 冷俊凛练 宁书生得俊美 因为拥有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 眉眼五官香叫其他人更加深邃 如刀枣辅刻般立体又完美 偏偏她太冷了 就像高山上金银不化的万年雪 面对明代时更是不见半点温柔 好不容易缓过来的明代 被人当垃圾一样看着 心情不会好到哪儿去 她眉心微粗 语气也应了三分 找我有事 宁书吃了声 这不应该问你 谁允许你来的 明代倔强明启淳 这是我的自由 自由 我已经取消了你的邀请函 迎住宁书计较的目光 明代恍然 原来是你 她怎么忘了 这场慈善宴会背后是由宁氏牵头 取消却不通知 是想看我笑话 明代捏起拳头 是你没有自知之明 宁书居高龄下地屁腻着她 我以为你在计谋败露后 会有最起码的羞耻心 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跑到我面前来晃悠 现在看来 是你没有 明代微微睁大眼睛 琥珀般的眼睛流露出少许茫然 计谋败露 你在说什么 我之前就想问 你说的撒谎 是什么意思 她话还没说完 宁书周身覆盖的寒霜 寸寸破裂 由内爆发出强烈的愤怒 她狠狠一拳挥出 擦着她头发 砸在墙壁上 宁书眼睛赤红 近乎咬牙切齿地说 又跟我装傻 明代 你要是把这份虚伪到令人作呕的演技 放到工作上 恐怕早就进军奥斯卡了吧 你是不是还把我当成被你糊弄的蠢货 当初看着我傻乎乎地围着你转很得意吗 你不过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而我仅仅是你盯上的猎物 你有没有想过有天会在猎物手上翻车 明代眼底茫然更深了 她和宁书从去年开始交往 是她主动追求 宁书是赫赫有名的宁起集团总裁 翻手云覆手语的商界大楼 对人向来冷酷无情的她 在认识明代后 却毫无高高在上的架子 有次明代问宁书为什么对她这魔好 她说 是我欠你 明代不懂 追着她问 宁书却笑着摇摇头 避开话题 在一起后 她对明代更是宠溺 几乎将她从衣食住行到工作一手包办 明代所有事情 明代都要过问 她记得她的生理期 会叮嘱阿姨熬燕窝 以及在她走红坛与其他女星争齐斗燕时 为她送上价值连城的珠宝与华服 宁书把明代宠成了真正的公主 让明代险些以为这就是爱情 可惜事无完美 在明代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宁书夜里未归 明代当她应酬太忙 安心睡下 却在睡到一半被她从被窝里拖出来 宁书掐着明代脖子 愤怒质问明代是不是骗了她 半梦半醒的明代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眼睁睁看着她 让人将她所有东西都从别墅里扔了出去 那个雨夜里 站在一堆狼戒衣物里的明代 得像指灵尸毛 无家可归的流浪猫 这不算完 莫等明代跟宁书问清楚缘由 就先听明企集团高调宣布了 继承人将和顾氏联姻 起初明代以为 明书是在发脾气 主动上门求和 却被她狠狠羞辱 和我结婚 明代 照照镜子 看看你配吗 明代恍然大悟 原来她以为的爱情 不过是这个男人心之所起的一场游戏 她的公主可以是明代 可以是顾林斯 也可以是任何人 第四章 她是喘不自知的恶毒女配 明代唯独没想到 会有无聊媒体 扒出她和宁书的照片 造谣明代是小三 没过多久 明代又被扒出是顾林斯失散多年的 亲 妹妹 于是 明代行为变成了对姐姐嫉妒 加上宁书和顾家 都没有出来澄清 明代就此成了大众口中心机 深沉的蛇蝎美人 为报父强姐姐婚约的贱人 只有明代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我到底骗了你什么 她困惑不已 望住宁书 更希望她可以给她一个答案 可宁书呢 好像与她多做解释 都是对自己的侮辱 你心里清楚 宁书站直 收敛起外放的情绪 重新恢复冷漠姿态 今天这场慈善宴会 也是为林斯接风的日子 你最好不要出来破坏气氛 让大家因为你变得心情不好 要是石像尽早离开 不然 我会让人 请 你离开 宁书转身欲走 衣袖忽然被拽住 等等 明代快速到 顾林斯在哪 我有事见她 说完话就走 你见她做什么 宁书的警惕实在好笑 好像顾林斯是什么 弱不禁风的善良小白花 但凡明带着毒物 多跟她说一句话 顾林斯就要被她吞噬殆尽 明代干脆到明来意 意外发生那天 顾林斯应该也在 我想让她帮忙作证 应该 宁书像是听到了天大笑话 你也不确信的事情 卫石魔要找林斯 是想借着她对你的愧疚 让她帮忙作假证吗 我只是让她说出实话 有这个功夫 钻研这些小心思 不如好好跟人道欠人错 滚 根本不信明代的宁书 一怒之下 挥动手臂 明代不小心被她的手打到 没能站稳 摔倒在地 四 明代倒吸凉气 这下她不止手腕被钻出红印 连手肘和膝盖 也都是瘀青 扶着墙壁 好不容易站起身 宁书早已离开 明代忍痛走出僻静走廊 不知什么时候 宴会厅里的宾客越来越多 头顶巨大水晶灯已经熄灭 仅有氛围灯带亮着 忽然 前方舞台亮起光 照着一架诗坦威白色三角钢琴 白色干冰薄雾鸟绕 现场仙气飘飘 钢琴前坐着一对容貌 气质都极其相配的碧人 他们相视而笑 台币落在黑白琴剑上 以四首连弹奏起舒曼的 梦幻曲 其中的女性 就是明代苦寻不得的顾灵思 她穿着唇白绸缎礼裙 乌发雪肤 笑容如海面倒映的明月 皎洁生辉 顾灵思也是演员 跟明代这种声名狼藉的流量小花不一样 她聪慧 学历高 多才多艺 善良而高贵 出道前就受顾家光环保护 出道后一帆风顺 在娱乐圈是公认的女神 死中粉和好感路人 一抓一大把 随着轻柔梦幻的音符 如泉水 自舞台上流淌 顾灵思 彭复成了这方世界的中心 故事的女主角 站在台下的明代 不过是个背景女配角 或许还是喘不自知的恶毒女配 明代自嘲一笑 她原以为宁书对她够好了 直到偶然见过她和顾灵思相处 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捧在手心的宠爱 明代压住翻涌的情绪 悄悄从人群后方撤离 顾灵思表演结束 肯定会到后面休息室 她只需要提前去等着就行 这般想着 明代轻轻垂着眼 心不在焉地绕开迎面来的人 她是退了 奈何人家没想退 比比直直朝她撞来 啊 明代小小低呼出声 对方手里满满一杯红酒 从她胸口尽数零下 哪怕裙子是黑色面料 看不大出来痕迹 粘腻湿润的布料 依然紧紧贴着她的皮肤 记得明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始作俑者毫无歉意 反而笑盈盈地拎着酒杯 对不起哦 说道歉 更像挑衅 明代捂着湿漉漉的领口 认出了对方 唐雪 唐家门女 小贝里唯一的女儿 备受宠爱 养的那叫一个骄纵跋扈 连爹妈话都不怎么听的唐雪 却打小就听比她大两岁顾灵思的话 是她忠实的跟班兼迷妹 在明代回硅谷家后 不止一次替顾灵思打抱不平 这杯红酒满的快要溢出来 分明是故意往明代身上刀 倒完上下扫视明代一番 轻蔑地择了声 裙子多少钱 我赔给你 不过这裙子是哪家大牌 我怎么从没见过 不会试过弃款 或者什么杂牌吧 明代知道唐雪是在羞辱她 在合作方接连提出赔偿诉讼后 明代家衣帽间里 琳琅满目的珠宝和礼服 就作为抵押 被搬空了 为了参加宴会 明代好不容易翻出一条小众品牌礼服 以前出国旅游随手买的 价格不超过两千块 唐雪正式看出这点 才有意来给她难堪 明代几倍挺得笔直 不想过多理会唐雪 站住 唐雪脸色骤然阴沉 谁让你走的 我话还没说完呢 明代当听不现 唐雪冲过来 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刚好压着她淤青的位置 明代隐忍皱眉 装什么娇花呢 唐雪恨恨骂道 我问你 刚才跟宁淑哥干神魔去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见的那点猫腻 想背叛我零四姐 门都没有 狗男女 明代不生气 还有点想笑 你想知道 就去问宁淑 不找她找我 是不敢吗 宁淑在圈子里 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唐雪说起来 不过是欺软趴硬罢了 唐雪脸色果然变得很难看 这时 有人的身影悄无声息靠近他们 手臂圈住唐雪的腰 慵懒漂亮的脸蛋 随后压在唐雪肩上 这样黏糊的动作 在她做来竟然毫不油腻 反而像只贵气又黏人的猫 那双天生风流多情的桃花眼微台 像是在看明代 又好像没看明代 最后落在唐雪身上 抱怨 就一会儿功夫 你就不见人了 唐雪浑身尖锐的刺 也跟着软化 开心抱住男人的手臂 原来你在找我吗 男人嗡了声 然后慢悠悠瞥了眼明代 这 谁啊 明代啊 你不认识了吗 那个杀人犯 紧接着想起什么 唐雪表情 有瞬间的不自在 明代 来人舌尖像是含着糖 反复碾压过 才从鼻尖发出轻齿 好像和我交往过 我的前女友太多 印象不深 第五章 想得倒是挺美 明代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们表演 这个和唐雪亲密无间的男人 叫宁婿 他是宁叔的弟弟 也是明代的前男友 明代去学校拍戏时 认识的他 那会儿他才大四 小他两岁 宁婿自称对他一见钟情 密冠里泡大的风流贵公子 爱情来得轰轰烈烈 哪怕明代正和周运之交往 还多次拒绝过他 他仍然坚持苦追明代一年多 最后在明代和周运之分手后 成功上位 和明代交往时 宁婿是当之无愧的完美情人 他总是轻易地搂着明代交姐姐 嘴舔起来一套又一套 那实名代刚回到顾家 精神压力很大 多亏他哄住 才撑过了最难熬的时光 他喜欢给明代送礼物 从鲜花到珠宝 从随意浪漫到盛大惊喜 礼物种类多样且昂贵 绝不吝啬 还说明代才是西式珍宝 这些东西能陪着他是他们的荣幸 可惜宁婿炙烈的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两人交往半年后 宁婿提出分手 他说明代浅薄又无知 在一起实在无聊 不久后 明代从其他人嘴里得知 原来宁婿自称的一线钟情 不过是源自他和身边狐朋狗友的赌约 以及在追求他的一年里 并没有担得宁婿和其他女孩打情骂俏 他是浪子 是海王 明代也不过是他鱼塘里 一条稍稍停留的比较久的鱼 对此 醒悟的明代痛定思痛 未来要远离这类男人 啊 我记起来了 明代啊 宁婿拉长强调 舌尖像是寒了磕胜着毒的糖丸 连孝都是颠倒众生的风流字役 就是那个和我分手后 又勾搭上我哥的女人 唐雪和她站在同一阵线 就是她 她背叛了灵思姐 宁婿看明代的眼神 愈发玩味 明代这才想起 追逐顾灵思的男男女女里 也有宁婿一席之地 她小时候曾放言要娶顾灵思 哪怕顾灵思成了她嫂子 也是她心里永远的月亮 明代和她交往时 身世已经曝光 宁婿甚至是位数不多 知道报错真相的人 所以 宁婿的深情 是不是为了顾灵思在报复她 谁知道呢 明代瞬间觉得很累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她提起裙脚 准备离开 走了两步 裙背像好像被什么压住 回头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宁婿故意伸出脚尖 踩着明代的裙子 不让她走 见她望来 宁婿露出灿烂的笑 笑里竟然有众天真的残忍 像幼稚无知 小孩的恶作剧 看得人心间发凉 她早已惊松开了怀里的糖穴 慢悠悠地对明代说 谁让你走的 想在我们兄弟间 左右风圆 结果末本是翻车了 就以为这笔账不用算了 人不怎模样 想得倒是挺美 明代紧紧攥着裙子 用力拽了两下 没拽动 她忍着怒意看着宁婿 别人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吗 我和宁叔数起来 是在和你分手之后 更何况当时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是亲兄弟 凭什么会成为她的错 是吗 我怎么不信呢 她挑起眉尾 肆意轻慢 爱信不信 趁着宁婿没注意 明代冷不丁踹向她的小腿 结结实实的力道 加上尖头高跟鞋的威力 宁婿闷哼一声捂住小腿 踩着裙脚的脚自然跟着松开 明代趁机扯回裙杯 眼见唐雪发出惊叫惹来周遭人的注意力 迅速逃离现场 明代 站住 宁婿气急败坏地喊她 明代反而跑得更快 将混乱嘈杂声甩在身后 钻进附近的无人露台 这露台大体是灯坏了 连天上月光都恰好被云层遮挡 以至于黑暗笼罩着露台 无人想要靠近 确证正符合明代的心意 她关上门 躲进阴影里 紧贴墙边站 直到身后纷乱脚步声 砸夹住宁婿不越发脾气的声音 呼啸远去 才算松了口气 紧张赶退去 明代也有闲暇 来观察周围 露台僻静 事业出奇地好 正对山庄背后 茂密繁盛的森林 近处有一弯月亮形湖泊 铺着青草的山坡 起伏颜绵 就是有点冷 明代紧紧穿了条单薄的黑裙 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她往事内望了望 确保宁婿没有回来 这才打算进去 此时 室内演奏的曲子到了尾声 结束演奏的顾林斯 起身朝着掌声雷鸣的宴会听至谢 按理来说 明代应该 在这时赶快去休息室 等着顾林斯 但是 接下来 陆续走上舞台的身影 却如钉子 把她双脚牢牢钉死在地上 再也挪不动半步 那是一对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 男的高大从容 天生一派上位者的威严肃穆 女的娇小美丽别有韵质 年过半百 仍然有着被宠了一辈子的天真随性 中年夫妇身边还站着他们年轻的儿子 承袭了父母的优质基因 声的轮廓硬朗 俊美帅气 眉眼与父亲相似 就连七度也学了五六分享 三人走上台 来到顾林斯身边 因为隔得太远明代 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 左右不过是夸奖女儿的漂亮话 神情里满满都是对顾林斯的骄傲 顾林斯乖巧扶住母亲肩膀 听到家人们的真挚夸奖 自然流露出小女儿的娇柔羞涩 脸上幸福笑意如此明亮干净 这是多么和睦而融洽的一家三口 加上顾林斯一起就是完美的一家四口 再没有别的多余的位置 明代心里酸涩弹得这摩擦 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弹钢琴 老师还夸过我很有天赋 心里空荡荡的他忍不住小声嘟弄 扑痴黑暗里有谁被忽然逗笑 谁明代警惕转身握住门把手 眼睛睁得圆圆的眼尾微微上条 像是如灵大敌的猫 抱歉 我没有恶言 郁郁葱葱的长春藤后 响起了一个男人的低沉声音 明代愣了下 他不算声控 却还是被这个声音所惊艳 如大提琴的深沉 如大地脉搏跳动的唇后 如阵阵山峰吹过珠海的鱼韵不绝 他的嗓音好像有重奇异的力量 在小小路台边之处一场虚幻又真实的梦境 就连明代心里如杂草自艺生长的负面情绪 也很神奇地被这个声音所抚平 你是谁 第六章 阴影里的神秘男人 男人坐在阴影之后 几乎与黑暗融位一体 位置所在角度 以及瀑布般垂落的长春藤叶片的巧妙遮挡 这就是魏石魔在他发出动静之前 明代都没有发现他的原因 不过明代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语气 有点过于咄咄逼人 人家肯定比他先来露台 反而是他打扰了人家的亲近 他的态度迅速软化下来 抱歉 我没有要质问你的意思 男人轻声笑起来 像是羽毛柔软 脑骨耳窝 一阵酥麻感 从后颈攀爬上 莫关谢 他说 是我打扰了你的心事 哪怕看不见他的脸 也不知道他的身份 明代仍然能够感觉到 这个陌生人传递来的善意讯号 陌生人的善意 往往没有掺杂任何立场 纯粹而干净 所以更为珍贵 动人 明代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从陌生人那里 接受到的 只有直白的恶意 他们不认识他 也不了解他 却因为生活里 有太多不满愤门 便一股脑发泄在网络上 明代不过是那个被竖起来的靶子 承受恶意久了 明代几乎要以为 不会有陌生人对自己抱有善意 更没有资格倾诉这份委屈 可今天 先有赵贤 后有露台这位神秘的先生 久违的温暖 包裹住寒风冬夜里的明代 让他几乎要不受控制地落下泪来 明代努力睁大眼睛 让泪水不至于从眼眶里流出 他心里有股长长的情绪在涌动 忍不住鼓起勇气 大声抱怨 你听到了也没关系 反正我就是觉得他们钢琴弹得很一般 一口气说完 明代又觉得好笑 彭扶自己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女儿 不管自己做莫做错 固执又幼稚地要求家长站在自己身后 无条件偏帮自己 他以为自己不会得到任何回应 窘迫地想要找个有头离开 谁知 男人竟然附和了他 不 不是一般 是很差 哈 舒曼这首 梦幻曲 意在用诗意将听者带入静谧细腻的意境 他特意摒弃那些炫技的表达 注重于情感的体现 每个旋律都是他心中浪漫主义美学的抒发 而这两位演奏者显然外行 没有理解到舒曼的深意 有意卖弄拙劣的技巧 缺乏韵律呼吸感 触见用力过猛 更别提错英和漏派 如果有人觉得他们弹得好 只能说称赞的人品味不行 男人认真又犀利地进行了一番评价 就像专业的音频人 字字殖命要害 明代哪里懂这么多 他说的学钢琴 不过是他为角色做过的功课 他在那部电视剧里演钢琴专业的恶毒女配 于是特意找来专业钢琴老师 进行为妻一个月的培训 老师的却是夸过明代很有天赋 但万一他是看在高昂学费上的随口糊弄呢 明代学的倒是有模有样 能在镜头前不看曲谱 完整弹出全曲 不用特意找手提 可惜最后 这些钢琴镜头被剪得七零八落 因为导演表示 女配出现的场景 只需要为男主爱的痴狂和恶毒 整治女主 展示钢琴的桥段根本没有必要 现在几年过去 明代已经把不多的钢琴知识忘了个干净 听着男人一番点评像是在听天书 他丝毫没有得意 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就好像在关公面前耍了大刀 其实 我也没有很懂 我只是不喜欢他 再故意发泄而已 明代有些气弱的小声解释 他不想骗这个好心人 同时 明代也害怕对方因为他的小心思讨厌他 觉得他恶毒狭隘 男人没有勃然大怒 有时候 直觉更能说明天赋 你的钢琴老师没有骗你 他善于识人 一眼就看穿了明代的不自信 反过来劝慰他 温柔而包容 他的包容却跟周韵之不同 并非向下兼容 而是 以时乾坤大 油脸草木青 像是春灰拂过被寒一栋的军烈的大地 万物都在这股温柔里肆意生长 明代心里 憋得太久太久的情绪 忽然掘地崩溃 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如大颗珍珠 从粉白的夹边 潸染滚落 谢谢你夸我 他一边感谢 一边哽咽 又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试图忍住泪意 哪只泪水落得更凶了 哭得像个委屈的小孩 长春藤的叶片 速速动了动 男人似乎是坐不住了 想要起身安慰他 明代没有注意到 他满脑子都是自己 竟然哭得停不住 实在太丢人了 匆匆丢下一句 真的谢谢你 然后提着裙脚 飞快跑掉 男人根本没来得及叫住他 他正正看着 明代裙脚消失的方向 久未回神 明代一无所知 他捂着脸 跑出好一段距离 等泪意控制住 才说了口气 至于那个男人 他根本不敢去想 人家面对自己莫名其妙的眼泪 有多么惊慌 简直射死 这时明代注意到 自己误打误撞刚好 跑进连通妇楼休息室的走廊 他擦掉夹边失忆 正庆幸没人 就见一个身影 从拐角出来 是刚才在台上 和顾林斯四手联谈的男人 明代转身想躲 对方先发现了他 代代 我刚才看到的果然是你 他嗓音语气里 是浓得化不开的温柔 招明代不疾不虚不来 明代下一时站直 几倍威僵 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沈清禾 他叫出了他的名字 明代一共交往过四任男友 唯独第一任男友 在他最单纯懵懂的年纪 伤他至身 这个人就是沈清禾 三金影帝 粉丝无数 同行无不称赞 被称为零负面的娱乐圈男神 他身上唯一称得上雨点的 大概就是几年前和明代的绯闻 事实上 他们周围知道 两人真正交往过得寥寥无几 在外界看来 这绯闻更是明代高攀 沈清禾演大导文艺片出道 第一个角色就拿了影帝提名 明代呢 他的出道作品 是疯狂打擦边球的网络电影 明代演的漂亮花瓶 毫无演技可言 哪怕在他坚持没有鹿肉 可这部电影恶俗 低级等标签 依然牢牢贴在他身上 并伴随整个演艺生涯 第七章 这次手脚干净些 绯闻刚开始传出来那段时间 沈清禾粉丝怒不可遏 觉得他被电鱼了 于是明代的某博下 天天充斥着那些粉丝的谩骂 造黄瑶 屁遗罩 编造整容 这些都算轻的 更有甚者 扒出明代住址和手机号码 连续电话骚扰和短信轰炸 或者计划圈 动物尸体 乃至死亡威胁性 明代被吓得夜夜做噩梦 连搬三次家 可以说 明代出道以后 经历的腥风血雨 绝大多数 都是因为沈清禾 明代委屈 跟沈清禾抱怨时 他是怎么说的呢 那张精致的脸上 笑容完美 没有一丝烟火气 以温柔语气说 明代 我们名气相差太大 公开对你没有好处 明代 不要在背地里找狗仔 搞这些小动作 他只会让你丢脸 明代 现在外面有这么多人讨厌你 你有没有自己身上找过原因呢 明代 已经许久没有见过沈清禾了 刚刚匆匆一瞥 见他在台上 与顾林斯并肩而坐 四手连弹 两人目光缠绵温柔 现在 又能神色自若地喊出 关系最亲密时的称呼 代代 他没有被触动 单纯为他的演技好感到惊叹 而沈清禾饶有兴致地 观察着他发红的眼角 你哭了 没有 明代 明代不愿在沈清禾面前示弱 沈清禾却自以为 已经堪破他的心思 我安某而笑 是因为这两天的新闻吗 网上是不是有很多人骂你 压力很大吧 明代听了 防备地抱起手臂 不觉得沈清禾会有这么好心 沈清禾果然不是在关心他 下一句话就是 所以啊 他和缓的嗓音里 藏着不易察觉的良意 意味深长 谁让你做坏事都这么蠢呢 就算心情不好想发泄脾气 也该选那些不敢说出去的人下手 这种小孩子不受控制 最难善后 哦对了 你忘了善后是吧 则 但凡你脑子聪明一点 就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他惋惜的话语落在明袋里 让他浑身发寒 好像第一次认识沈清禾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倒是你 为师母说起这种事来轻车熟路 沈清禾朗声大笑 你太有趣了 是在怀疑我以前做过这种事吗 代代 你忘了吗 我以前演过精神变态杀手 缜密作案这种事是基本操作呀 明袋半句不信他的话 想要绕过他离开 沈清禾大步跨来 挡住他的去路 他侧以着墙壁 曲起一条腿 单手插在兜里 姿态散马而洒脱 精心打理过的碎发 不受控制 垂落在额前 隐约遮住精致眉眼 更多出三分不羁 像极了斯文败类 骨子里藏着黑暗 你要去找林斯吗 他换了休息室哦 明袋诺儿瞪目 眉眼因脑溢而鲜活 你想做什么 不如我们复合吧 要是你答应 我就把他的位置告诉你 沈清禾慢条思理地说着 深邃眉眼宁神看来时 有种全世界独你的身情 明袋早就因着虚伪的身情 遍体鳞伤 听了只觉得离奇 你疯了 当时分手 是觉得你太没意思 现在好像又变得有趣了 听说你前不久 和宁总在交往 我挺好奇他看上你什么 嗯 不对 他才跟林斯宣布订婚 这魔说是你插足 你也喜欢顾林斯 明袋记得 两人是广受好评的荧幕情侣 连沈清禾的粉丝 都对顾林斯非常友好 沈清禾先是一愣 而后笑起来 好了 不逗你了 顾林斯的休息室 在二楼第一间 去吧 他垂下的眉眼间 沁着寒霜 凑近他耳边叮嘱 记住 这次手脚干净些 等他走远 明袋才反应过来 沈清禾错过来说的那句话 是以为 自己要找顾林斯麻烦 可他没有 要帮助顾林斯 反而提醒明袋 手脚干净些 明袋不认为 他就是在帮自己 无论他或顾林斯 在沈清禾的眼里 都不过是有趣的玩具 陪他完成一场场游戏 深情 真挚 开什么玩笑 明袋早已经在过去的 遍体鳞伤里 看明白了 他内力本质 至于他的提醒 明袋没有全信 准备先过去看看 副楼清静 沿路无人 踏上二楼 明袋一眼看见 休息室里面出来的 顾林斯助理 助理认得明袋 明小姐 对方神情 隐隐俱傲 虽然顾林斯 对明袋清静是好 但他身边人 大多是这种态度 明袋直接忽视 问 顾林斯在吗 助理没一咒 明小姐 需要我提醒多少次 你应该称呼大小姐喂 姐姐 而不是毫无教养的直呼其名 明袋垂在两侧的手 悄悄揪住裙背 你不也叫我明小姐 他倔强反驳 助理莫想到明袋阵磨牙尖嘴利 一时脸色铁青 大小姐一会儿就回来 你自己进去等着吧 说完 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开了 明袋也哼了声 推开休息室的房门 开门时 屋里好像传来 大 的一声清响 他以为有人在 放眼看去 室内空空如也 并没有人 窗户微长 窗帘被风吹得晃荡不止 吊着的水晶 坠撞的墙壁搭搭作响 明袋理所当然以为 他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声音 走进去 目光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屋里都是顾林斯的东西 很多明袋都能一眼识出来路 靠墙衣架上挂着的两条礼裙 是上个月顾母 陪着顾林斯从品牌画册 挑出的新款高定 明袋当时也在 却当了半天的透明人 沙发角落随意放着的 Hermes喜马拉雅薄金包 是去年顾林斯 从各个顾长名处 收到的生日礼物 明袋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 生日礼物 是一句让他别 闹出猛额子的警告 包上吊着一对 一定制的黑色小马挂件 皮面用金线绣出 Lucas 的英文 他的参照物 是三年前 顾父送给顾林斯的一匹 纯血赛马 顾父花了三年时间 进入湘江赛马会 好不容易中签成为马主 花了上百万美金 转头大手笔赠予女儿 目的是为了照顾他的不安 因为这一年 也是明袋顾林斯 身世曝光的一年 第八章 我要你去死 有时候 明袋都痛恨自己的 记忆力太好 幸运的是 他刚在陌生人面前 大哭过 宣泄过 现在心情还算平静 明袋找到沙发坐下 摸出手机解锁 准备找点试做打发时间 不能打开社交平台 一上去就能看到源源不断的恶评 也不能登聊天软件 太多人给他发消息 打探的 痛骂的 假惺惺安慰的等等 最后习惯性选择了常玩的消除小游戏 消除碰撞的动作 机械重复 不用连网 看似无聊 对他来说 却是位数不多的净土 刚才匆匆扫过室内的明袋 并没有发现休息室里还有个衣柜 出于美观设计的隐藏室弹压柜门 与周遭同色系木质墙壁融为一体 也并非出自本意的 成为了有心人的理想藏身之所 当安静的休息室里 只有游戏里冰块碎裂的嘎吱嘎吱声回荡时 墙上的柜门裂开一条缝 一个黑影悄悄钻了出来 明袋忽然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他敏锐地回过头 目光一寸寸在室内每个角落扫过 都没有发现 在他停止动作后 游戏也安静下来 依然只有窗帘水晶 坠撞在墙壁的哒哒声 明袋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在手机上点了一下 放到耳边接通 边说着 边起身 我在顾林斯的休息室 什么 你要过来吗 正好我出来找你 说着 明袋不急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语言的通话始终没有挂断 等他终于走到门口 一只手摸上门把手时 只有明袋知道 他的手现在抖得厉害 还须一步 一步 站住 男人嘶哑的声音在他脑后响起 明袋连头都不敢回 转动门把手立刻往外跑 下一秒 他的头发就被人用力拽住 明袋被扯得头皮生疼 不得不顺着力道往后仰头 露出纤长又脆弱的雪白搏梗 他的手机也不小心摔到地上 亮起锁屏画面 没有通话 男人低头一看 哪里还有不知道的 明袋早就发现了他 想装不知道逃跑而已 他毫不犹豫地从外套里摸出手帕 动作老练捂住明袋的口鼻 明袋第一时间选择臂气 仍然不可避免地吸入了手帕上的少许影迷 药物渗入体内 让他瞬间失去了力气 无力瘫软在地 陷入黑暗前 明袋脑子里最后的想法是 在危险的瞬间 他竟然不知道该打给谁 要不是因为你 我儿子怎么会死 我们老李家的香火 就断在我手上了 没了 我要你去死 反正老子烂命一条 一命换一命也算值了 男人恨意入骨的嘶吼 凿入明袋里 让他缓缓转醒 睁开眼时 正躺在沙发上 四肢酸法 身体像是被抽空 他动了动 费劲掀开眼皮 迷迷糊糊 看见房间里 胶着得走来走去的男人 男人穿着身黑夹克 裤子上都市挥 手里握着一把 带血槽的锋利匕首 他很瘦 满身沧桑和疲惫 脸上胡子拉叉 眼球不满红血丝 嘴唇都干得开裂了 却没有喝水 反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明袋眨了眨眼 认出了对方 是那个去世小男孩的父亲李志 听说他前些年因为过失 伤人坐楼 今年初才刑满释放 是个真正的亡命徒 明袋意识到 近况糟糕 浑身发凉 不小心哆嗦了下 裙子与沙发摩擦 发出的声响 微乎其微 李志却立马转头朝他看来 那双眼睛充斥着暴躁 仇恨和残忍 冷冰冰像极了野兽 联想到他的身份 明袋如堕寒哭 血液彭腐被冻结 醒了 李志咧嘴朝明袋笑 露出牙齿 白得近乎森然 明袋沉默不语 忽然听到 耳边传来一声闷哼 他侧头过去 才发现 原来顾林斯竟然也在这里 头发凌乱地躺在他不远处 左侧脸色泛红 像是被谁揪着头发 打了一巴掌 除了李志 还能有谁 恐怕是顾林斯回休息室 不小心撞上李志 对他行凶 便被一并抓了起来 这些伤 多半是他反抗过程里留下的 一时间 明袋心里颇不是滋味 他虽对顾林斯没有好感 但也不希望顾林斯 被他牵连受伤 此时 紧跟着醒来的顾林斯 似乎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 始终保持着安静 散乱的头发 覆盖着半张脸 只见顾林斯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明袋心想 不能坐以待毙 清了清嗓子 你想要什么 小娘们挺聪明嘛 李志舔了舔干裂 肾血的嘴唇 越是这种危急关头 明袋的大脑 反而越清醒 以往浑恶的脑子 更是卯足劲的飞快运转 紧紧盯着李志的每个动作 他对李志说 你抓了我们 却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就说明 你有想要的东西 说吧 只要你不伤害我们 你的条件 我们都会尽力满足 对吗 顾林斯 顾林斯被点到名字 也没有音声 只是挪动身体 躲到明袋身后 不过无所谓 只要顾林斯没 反对就好 明袋之所以 故意拉上他 是因为他担心 李志的条件 他无法满足 顾家也不会帮他 除非顾林斯在 于是 明袋没有避开 挡在李志和顾林斯中间 竭尽全力 试图和对方周旋 至于李志 他揉了把脸 咬牙切齿道 老子蹲大牢那几年 跟人打架 受了伤 医生说老子这辈子 都生不出孩子了 被你害死的我儿子 就是我老李家 唯一的香火 你说说 他一条命值多少钱 果然是要钱 明袋想 也越发庆幸 叫上了顾林斯 他语气平缓轻柔 想要安抚对方的情绪 你想要多少 听说你们这些明星 一年能赚十几好多个亿 老子要一个亿 不过分吧 李志说着 握紧匕首 大有明袋不满足他 就干脆弄死他们的架势 明袋无奈极了 他想过李志兴 许会狮子大张口 但莫想过 他胃口能大到这个地步 别说一个亿 就是一万块 他现在都拿不出来 第九章 生死一瞬的背叛 当然 明袋表面上 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 一个亿 我可以满足你 但是 你应该知道 这是多磨一大笔钱 筹措他需要时间 我能等 但是 你能等得起吗 外面可是有很多人 你拿了这笔钱 总要有平安离开的时间吧 再说了 这磨大的金额变动 银行也会注意到 对你来说 后续处理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明袋帮李志分析着利弊 像是真心实意地 在为他打算 李志竟然还真的听进去了 面露迟疑 所以呢 一千万怎么样 李志听了 勃然大怒 你是不是当老子傻 看着李志手里匕首 指着自己鼻尖 明袋却显得格外冷静 一字一句地说 我可以给你准备现金 用行李箱的话 两个就够了 一千万也是 你完全可以从容带走的数字 李志挥舞匕首的手烧至 紧接着沉默不语 眸光闪烁 似乎在思索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纠结半天 他终于下定决心点头 好 你让人准备好一千万现金 我放你离开 只是 接下来的话 忽然卡在喉咙 他定定盯着某个方向 眼珠子暴突得 像是快要滚落下来 休息室内骤然沉寂 只听得彼此间的呼吸 以及很小很小的一声 嘟 然后 喂 是电话接通的声音 原来顾灵斯藏在明代身后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在用手机偷偷给人打电话 想法固然是好想法 但这也彻底激怒了李志 他迅猛如豹子一跃而起 匕首韩光如宁星 杀一腾腾刺向顾灵斯 伴随一声尖叫 顾灵斯侧身躲避 不小心把手机摔了出去 刚接通的电话自然也被挂断 眼看千钧一发之际 捅向顾灵斯的刀停住了 是明代握住了刀 顾灵斯傻了 看着赤手空拳握住刀刃的明代 那双成明后被保养得嫩如仙聪的双手 在雪亮刀刃面前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几乎是瞬间就被划破 鲜血争先恐后的从他指缝间流出 明代向来是怕疼的 偏偏现在他连坑都没坑一声 哪怕疼得额头都冒出了细密的汗中 他依然咬着牙撑着 靠着鲜瘦单薄的身躯硬生生硬炕下来 别说顾灵斯 连明代自己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和勇敢 竟然敢扑出去抓住那把刀 再生死一瞬 他单纯的想法不过是顾灵斯不能死 快 明代几乎要坚持不住了 他在世使出吃奶的劲 也刚不过一个杀过人的健壮男子 此时唯一的希望 就是顾灵斯能和他联手制服李治 当前情况下 这是明代卫数不多能想到的办法 可是 顾灵斯没有如他所想的这么做 脸色飞快变换两三秒后 顾灵斯果断弯腰捡起手机 起身就跑 明代余光瞥见 几乎要绝望了 顾 只喊出这么一声 愤怒到失控的李治就直接先翻了他 去死 他红着眼嘶吼 手里的匕首毫不犹豫刺出 明代后脑勺砸在茶几 痛呼还没出口 骤然便被匕首刺中小腹 那瞬间的痛感几乎要撕裂身体 而他用力捂着伤口 也压不住狂涌而出的鲜血 明代眼前一阵阵发黑 短暂几个急促的呼吸后 直接晕了过去 明代以为 这应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 声名狼藉 死于仇杀 没想到的是 他重新睁开眼 虚弱的呼吸和起伏的胸口 证明他还活着 他被绑住手脚 堵住嘴巴 塞在一个狭窄幽黑的密闭空间里 周围散发新香的柔软布料 让明代隐隐猜到 这里可能是李治藏过的衣柜 那李治和顾灵丝呢 把他绑在这里 又是为了什么 明代试图挣扎呼救 一动起来才发现 伤口并未止血 反而在源源不断地涌出 很快 鲜血浸湿了身下布料 身体的温度和力气 也随之流失 之所以 没感觉到疼痛 是因为他的神经近乎麻木 不会疼了 现在的明代 是一个根本无法动弹 躺在衣柜里等死的状态 会有人来吗 明代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被黑暗蒙住了双眼 明代的听力忽然变得清晰 他听到有纷乱的脚步声 接连踏了进来 伴随慌乱的惊呼与对话 怎么办 说话带着哽咽的这个人 是顾母 紧接着有人语速 焦急地问 找着人了吗 这次是顾长明 他哥哥 正在全力搜寻 听说歹徒挟持着人跑了 原来顾父也来了 此时的明代眼里 爆发出强烈的对生的渴求 不 他还在这里 明代想要发出声响 引起他们的注意 可他现在的状态 实在糟糕 基本等于只有一口气 而且他稍稍一动 鲜血便流得更快 显然已经伤到脏腑 就算这样 明代也不想躺在这里 活活等死 哪怕是一点一点的磨 他也要试试 他几乎咬碎了一口牙 拼了命的 往柜门的方向挪动 挪动 再挪动 衣柜不算深 对他来说 却是生与死之间的天欠鸿沟 就这样 明代耗费谨慎的力气 眼看挪出一点距离 眼看背就尽在咫尺 顾母还在哭 做来优雅自食的他 难得这磨失控 声音都沙哑了 好多险 怎么这磨险 他是不是受伤了呀 明代眼睛都被汗水忽住 刺得生痛 听到这个担忧的声音 那些难受 好像突然都消失了 像是妈妈的手 轻轻抱住了他 神奇为他抚去所有的伤痛 从前那些糟糕的记忆 也随之消失 明代心里酸酸的 只记得此刻的感动 于是 他挪动得更努力了 哪怕他的付出和收获 看起来很可笑的 根本不成正比 外面的声音 还在持续不断地传来 是顾府在安慰妻子 不要担心 我们宝贝 女儿福大命大 对啊 他从小就聪明 哥哥顾长明的语气 无比坚定 既是在安慰父母 也说在安慰自己 明代忽然顿住 他意识到 有点不对劲 可林斯怕痛啊 他小时候 被水果刀割破手指 都要抱着我哭的 第十证 你走了 全世界都来爱你 从小 林斯 这些词 就像是一记荡头棒合 砸得明代 头晕眼花 他才发现 自己有多么的可笑 竟然在为顾家人感动 实际上呢 人家根本不是在担忧他 而是在担心顾林斯 就连地上他流的那些血 他们也害怕是顾林斯的 从未想过自己的存在 从云端坠入泥泞 是什么滋味 明代想 没有什么感受 比他这瞬间的心理 更未贴切 像是匕首割破手掌 和刺中小腹的身体上的疼痛 根本无法和心理受伤的通向提并论 最好笑的是 明代从回到顾家后 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他们的这种态度 竟然还一次又一次地傻乎乎凑上去 而且 事实证明 利润反复割开同一道伤疤 不会习惯 也不会麻木 只会更痛 明代顿时感觉 关注他的不是衣柜 而是从四面八方用来的海水 涌入他的口鼻耳朵 空气一点点抽离 死亡降临 压得他喘不过气 不 凭什么 他为食膜要放弃 就算是爬他 也要爬出去 好好活下来 明代宛如空壳的身体里 重新榨出力气 让他又能继续往柜门方向挪动 他不想去听门外那些人说的话 但那些话 还是无孔不入地 钻进他的耳里 明代呢 王助理不是说他来找灵丝了 别提那个祸害 要不是他心思歹毒 平白无故对一个小男孩下手 公司股价怎么会受影响大跌 股东全都在找我问责 现在更好 那死了的小男孩父亲 跑来寻仇 桩桩渐渐 全是他惹出来的事 害得灵丝也被挟持 我巴不得他这次干脆死了才好 爸 话虽如此 但也不能这么说 明代好歹是个女明星 要是他这次死了 消息传出去 恐怕会有人造谣说 我们见死不救 这对公司来说影响更大 早知道就不该把他认回来 没有林斯的半分懂事 从回我孤家起 就没有一天消停过 这个灾星 毕竟是在那对贪婪自私的夫妻身边长大 能养出什么好东西 你们父子俩能不能别说了 我只担心我的林斯 言语才是伤人刀 明代领会到了 他眼睛在模糊 像是汗 又像是泪 可明代还是没有放弃 机械般的不断努力挪动 靠近 柜子里的布料也在他的动作下 发出细微的稀稀苏苏的声音 顾长明忽然注意到什么 这面墙 是不是衣柜 这声音毫无疑问 宛如天籁 明代发誓 如果他因此得救 出去后他和顾家人的恩怨一笔勾销 从此以后线了顾家人就绕道走 绝不出现在他们面前碍眼 只要他能活下来 他也听到脚步声一步步在靠近衣柜 顾董 小顾总 夫人 有人冲进了休息室 是不久前和明代召过面的顾灵思助理 找到大小姐了 他被歹徒带去天台了 这句报信迅速拉走了顾家人的注意力 明代绝望地听着那个脚步声匆忙远离 他们都在关心顾灵思 灵思呢 他还好吗 人就下来了吗 就下来了 受了点伤 不重 就是那歹徒跑了 别的不重要 灵思没事就好 他们如此庆幸而欣喜 也不知道是谁问了句 明代也在吗 助理愣了下 没有啊 衣柜里的明代竭尽全力 想要呼救 救命 明代以为自己耗费全身力气 喊出的声音很大 但他不知道 这声呼救虚弱微妙 根本听不见 柜子外的人呢 顾父怒斥 还要想吗 明代肯定是跑了 跟他那对自私自利的爹妈一样 顾母开始不耐烦 别浪费时间了好吗 我想快点见到灵思 哥哥顾长明察觉哪里不对 我怎么闻到 有汽油的味道 助理匆匆跑出去 又匆匆跑回来 语气惊恐 那神经病 居然在这层楼撒了汽油 还点了火 已经从走廊那边烧过来了 速度特别快 我们快走吧 这句话 让顾家人都慌张起来 快走 他们脚步仓皇 不要走 等等 明代的呼声 就这样被绝望地抛在身后 这时他也发现 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也抽离了 他置身于黑暗之中 望着周遭一片虚无 火焰烧灼的热度 在步步靠近 滚滚浓烟 从柜子缝隙里钻进来 死亡的钟声 终究在耳边敲响 逃不掉 明代闭上眼睛 眼角泪水 轻盈滚落 霉入身下一片血色里 这次 他真正闭上 眼睛长眠 再也不会感觉到疼痛 明代 曾经在荧幕上怒放 张扬 肆意妄卫的明代 他年轻的生命 就此定格在二十八岁这年的冬天 生命狼藉 死于仇杀 明代的死 引起滔天巨浪 同时也在网络上掀起一场狂欢盛宴 明代 的词条 直接带着鲜红到发子的 爆 自登顶各大社交平台 很多人起初以为是恶作剧 等媒体确认公布明代死讯后 各大平台瞬间被击垮 关于这次事件一些乱七糟八的消息 也随之真真假假地活跃在不同的平台 凶手身份 顾灵丝受牵连 明代死于火灾浓烟窒息 得知这次事件的网络大众 态度各自不一 有人痛骂叫好 有人后悔懊恼 也有人对此末不关心 冷眼旁观 等等 直到警方亲自出来澄清 说经过两次调查确认 小男孩是意外坠楼 与明代无关 这个消息的反转 让那些为明代的死拍手撑块的人 鸦雀无声 疯狂的声浪逐渐退去 理智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 原本在恶意声量里渐渐消失的明代粉丝 在明代死讯惹来全世界侧目后 终于重新活跃在网络上 有多少粉丝痛哭 有多少人为他剪辑出演过的作品 又有多少人开始反省 这场网络报里带来的东西 好像一夜之间 明代成为全世界的白月光 其中有个多年老粉 为明代写了篇追忆文章 文章最后是这样一句话 明代你看 你走了 全世界都来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